法国总统马克宏来到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同时间德国总理肖茨也到华府见拜登 国际舞台一天上演两场重要的元首峰会 谈的都是乌克兰局势 根据美国最新情报评估 俄罗斯已经部署能入侵乌克兰所需的七成兵力 威力可酿成数万死伤 但近期西方盟友中唯独德国态度暧昧 拜登借这次会谈出面缓夹 只是记者会上针对要不要制裁 北溪二号德国总理还是余待保留 乌克兰早就不满德国态度不够硬 先前批评德国只捐助五千顶军用头盔根本是大笑话 德国外长尽管一个月内两度造访乌克兰 这次却吃闭门根 没有受到乌克兰总统接见 北溪二号管线横跨波罗地海直通德国北部的卢伯明 一旦开始运作德国将更加依赖俄罗斯提供的天然气 欧盟试图淡化俄罗斯在天然气上的影响力 而美国也承诺将协助欧洲国家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而另一边普京和马克宏的会谈 尽管两人谈了五个多小时似乎也没太大进展 普京感谢马克宏到访 却不满美国和北约上个月在书面回应中 又绕过俄罗斯提出的三大安全要求 而这场会议中两人使用的四公尺长桌 还被网友恶搞制成迷因土 有网友在马克宏前方披上大声咕 对着面无表情的普京喊话 法国解放报更是将长桌再无限延伸 形容这就是俄罗斯对话 讽刺感十足 专家认为KGB出身的普京可没这么简单 而马克宏尽管自认魅力十足 但过往调停记录成绩单并不理想 原本马克宏想寻求全新安全机制 化解乌克兰危机最后也没有得到突破 只能说德法尽管接力走外交途径 解决乌克兰危机 但目前看来效果有限 乌克兰甚至对德国的信赖产生动摇 西方社会想团结抗恶还是充满挑战 第二天新闻综合报导 新的一年就要像老虎一样 站出来就充满大气 祝大家2022 心思像虎一样敏锐 气势像虎一样霸气 祝大家2022做事情就像 猛虎出闸 一出手成功就到手 赫团 茄子干 武坚勤 高尔萱 19组大咖亲笔祝福 快上TVBS官网抢哦